十年前母亲抱着出生三个月的她突然现身 十年后外公外婆为了即将升学的她又状告女儿 你没有婚夫妻进不了出所 那么以前的五年就白头 以后的钱都就没有了 血缘关系缺失 监护权转移 上海首例申请撤销监护权的案件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无处落户的孩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女孩叫蕾蕾 十岁了 正在上小学五年级 别看她小 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却有着其他孩子不同的经历 因为她向法院提出了申请 要撤销她父母对她的监护权 2015年8月12号上午 上海市长宁区法院 少年法庭的法官又来到了打官司的那个孩子蕾蕾的家 蕾蕾蕾一直跟着七十多岁的外公外婆住 说起外孙女蕾蕾的处境 两位老人都一脸的惆怅 老人心里记挂着的事情就是蕾蕾的户口 虽然从小在上海出生长大 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孩 可是蕾蕾却一直没有户口 法官之所以又要来到蕾蕾的家 是因为这起案件太过特殊 撤销亲生母亲的监护权案件 在上海这还是头一遭 因此法院对这起案件尤为重视 在讨论了很多次之后 法官觉得还是应该再到蕾蕾的家进行考察 没有户口 那么他没有个学籍卡 比如说他有一次到上海科技馆 他就没有这张卡 就不能免费的参观 其实孩子在这方面就体现出来了 他就感觉到 还跟其他同学不一样 那么他就回来跟那个外公说 说为什么把我生出来 为什么我跟其他孩子不一样 在蕾蕾家法官了解到 因为他没有上海市户口 就丧失了作为上海市民 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 而外姑外婆之所以要打这场官司 就是要解决孩子迫在眉睫的上学 看病等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想监护墙跟我们了吗 互相也可以跟我们了吗 而最令老人下决心打这场官司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蕾蕾的妈妈周娟 她已经两年没有任何消息了 两位老人把蕾蕾的妈妈周娟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撤销周娟对蕾蕾的监护权 请求蕾蕾的监护权 由两位老人来承担 但是面对这起案子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少年法庭的法官却做了难 这个老夫妻与这个孩子之间是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 给我们道理什么问题呢 如何他们没按照民法通则 就是没办法打官司 他们因为法律规定 他没有密切联系关系 他们既不是外公外婆 也不是其他的等等的近亲属 不是外公外婆 也没有血缘关系 这怎么回事啊 补充一个信息啊 蕾蕾这个孩子之所以跟老人家没有血缘关系 是因为他的妈妈不是老人亲生的孩子 蕾蕾的妈妈周娟 是周老伯夫妇于1978年6月4号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从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家医院抱回来的 可爱的 六七天一个星期 走下来 蛮好看的 当年小周娟的到来 圆了周老伯夫妇俩的父母梦 尽管并非亲生 但是对于这个养女 他们一直是视同景出的 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后来这个女儿带给他们的 竟然是无穷无尽的烦恼 刚开始周霜度还不相信 后来家一印证 果然那是自己18岁的女儿周娟 老人伤心之余也无计可施 就这样周娟被劳教了11个月 毕竟是自己养育了多年的女儿 出来的时候周霜度又把她接回了自己家 而周娟则保证从那以后改邪归正 但是不久两位老人又失望了 到半年以后 好了老毛病又来了 他就不回来 人家有一个男的到我们家里来 说他吸毒了 让人家借钱 知道女儿又走了老路 夫妻俩苦口婆心 但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再到后来 家里的钱莫名其妙的丢失 一再追问 周娟承认都是她拿去买了毒品 后来她妈妈一打她 后来她一讲 是她拿的 这个抽屉跟她敲过两次了 换了手来又敲 你们说我婆婆 我每个我的戒指都给她偷掉了 我们故事成人好不容易 成了一万块钱 她就把她妈妈的生活症偷进去 把这个钱拿走 事已至此 夫妻俩对这个女儿彻底失去了信心 2000年11月13号 夫妻俩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起诉 解除他们与周娟的收养关系 法院依法进行调解 夫妻俩将原来养浦区拆迁到浦东区的一套房子给了周娟 双方解除了收养关系 因为他们那个解除收养关系 我们必须要有个房子注意 不能把她赶出去 那时候两位老的呢 同意 他们我记得浦东 有一套房子就给了那个养浦 那她就出去了 就这样 两位老人啊 原指望收养一个孩子 今后等自己老了 能有个依靠 可是 这个教育孩子还真是不容易 从教育女儿这件事情上来说呢 周老伯夫妻俩算是失败了 在解除了收养关系之后 老夫妻俩总算是耳根清静了 而在老两口的记忆中 蕾蕾这个孩子 是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 到05年 她有一个小孩来了 她说到6月份 她说要上班了 叫我带 好了 带了就 带了这么长时间 带死死去来了 好久不见 再回来 周娟还抱了个孩子 那么孩子的父亲是谁的 她为什么不管孩子呢 对这件事周老伯说 当时 周娟是这样告诉她的 虽然没有了法律上的关系 但是两位老人看着墙保中的孩子 念着多年的妇女之情 再加上孩子也很可爱 老两口就答应了下来 她说我生活费会给你们的 我放心 每个月给你们一千块钱 我过找工作 没人照顾孩子 你想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 算了 对吧 这回 以前到底也 养大 那么大了 你既然有困难吗 我们能帮 就帮帮你 那个时候 老两口已经退休 再不像原来那么忙了 有了雷雷在身边 他们也增加了生活的无穷乐趣 相比女儿周娟 他们对这个孩子 雷雷投入了更多 孩子长得很快 眼瞅着就要上幼儿园了 这时老两口才想到 他的户口还没有上过 四岁的时候 小孩要上幼儿园 没有户口 原来 雷雷的妈妈 自己一个户口 是在浦东区 落户在周老伯 给她的那套房子上 上幼儿园需要户口 雷雷没有 老两口就催着雷雷的妈妈 没报警吗 叫她办的呀 她表面上是 哦哦哦 办办办 办的就是没有下文的 不上幼儿园 小学不能多啊 那么我到处去跑 督促无果 周老伯只好一次次地 跑幼儿园 给人家说明情况 总之功夫不负有心人 累累顺利上了幼儿园 可是接下来 孩子还要上学 没有户口就更难办了 老人就再催促周娟 赶紧把孩子的户口去上上 他来一次我跟他讲诗 来一次跟他讲诗 我有时我 拉到他派手去 为了督促周娟把雷雷的户口入上 老人一着急 拉着他去了派出所 一不动呀 一不动呀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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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上 我一个 周老伯的身体在操劳中渐渐地垮了下来 他最上火的是周娟不仅提供不了孩子的出生证明 就是他自己的户口竟然也有问题 原来周娟早已把浦东区的房子卖了 而他的户口没有住 卖掉以后他就把这个户口牵出来 他这个户口就没进派出所 他就放在身边 没去报 可是孩子上学不能耽误 后来派出所就让母女俩去做亲子鉴定 派出所说的 一定要有 你没有出生证可以的 要有亲子鉴定书 也可以带出生证的 那么后来是就到正法学院 鉴定处 把他 我女儿摁起 把他摘得去 用了这个 去鉴定 鉴定出来的是他的女儿 2011年9月13号 鉴定结果出来了 蕾蕾就是周娟的亲生女儿 拿着鉴定结果 周老伯立即去派出所办理孩子的户口 但是 由于周娟的户口没有落下 因此 即使有了亲生的证明 蕾蕾的户口依然落不下 派出也出的 你没地方来 你帮到我们派出也可以 基地户口里面也可以 不然去留后把小孩再抱进来 然后再牵过来也可以的 他没去办这个事情 按照法律关系 周老伯夫妻俩早已和周娟脱离了收养关系 那么他们和蕾蕾就没有任何关系 户口自然不能办到老人名下 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办到母亲的名下 但是周娟迟迟不去办理自己户口的事情 马上就要开学 老人无奈 顶着大太阳 一趟一趟的跑教育局和招生办 希望他们给蕾蕾特事特办 你小孩九年一五次 不可能就有不得他的权利吧 教育局去三次 我从教育局答应了 答应了没有 还要跑早上办 那个天热 三十五度三十六度 我就等在校门口 就要给我办了 就算 才上了学 所以说他随着这个身份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所以他也越来越严峻 以前外公外婆可能跟他爸爸妈妈没特别计较 那现在因为他的身份问题一定要去计较 蕾蕾十岁了 因为妈妈的问题户口解决不了 他成黑户了 虽然靠着外公四处去求人 让蕾蕾顺利上了幼儿园又上了小学 可接下来呢 外公外婆年纪越来越大了 身体越来越差了 谁还能帮助蕾蕾呢 蕾蕾的外公外婆说呀 他们打这个撤销父母监护权的官司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 蕾蕾的妈妈都失踪两年了 谁也不知道去哪了 可节目一开始法官就说了 老两口跟这孩子没有血缘关系 跟孩子的妈妈也解除了收养关系 蕾蕾没有办法落户到他们家 要想落户必须找到他妈妈 他妈妈在哪呢 他怎么就不愿意给孩子上户口呢 明天我们继续观察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